哈嘍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您測試的關 不是為您測試的這個 那個 暗黑山奪魂之戀的 裝備 這個是新裝備 共鳴如骨 共鳴如骨 使用威嚇怒吼時有機會魅惑敵人倒戈為你戰鬥 這個 頭盔我來是非常OP 控場簡直是變態 這個等下為大家測試一下這個 他的威嚇怒吼BOSS的部分我還沒試過菁英我也試過了 菁英也可以魅惑 這個魅惑效果等下為大家測試這個是蠻好用一個控場的頭盔 看起來是野蠻人專用的 但是我不確定那個橘色是不是會有變說別的技能我不確定 然後再來第二個為大家測試的是新技能野蠻新技能三崩地裂 三崩地裂 這個先給大家看三崩地裂的技能說明 這是降下大量的巨岩 碎石 對範圍內敵人造成1600武器傷害 每消耗25點怒氣冷卻時間會縮短一秒 好所以我 好現在先 先看一下底下這幾個部分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自己的技能 好我選擇是攻擊最大5秒內4400 44倍 44倍的武器傷害這蠻強的5秒內44倍所以還蠻攻擊蠻大的 好但是這個優點是攻擊大但缺點是他 只能在 特定範圍 所以打像什麼 哥布林啊會跑的啊那些都不太好用了 好然後我搭配的是這個是匹地猛擊 好為什麼 因為三崩地裂配匹地猛擊來講 他的需求是消耗怒氣他才會冷卻時間縮短 所以你要找會 消耗怒氣的技能 好所以我選擇了匹地猛擊 這個是打小兵用會比較好用 好大 大部分的敵人 好 敵人多的時候好用 好啊如果是比較近距離或一打一的話就用先煮自槌 好這個給大家自己 大家自己衡量了 好我現在使用的是匹地猛擊 好那我就用個昏迷 好大概知道說現在改版之後苦痛170級的話打起來蠻 痛的 好 所以在跟大家介紹一個就是我使用的是這個60級的 羅家的巨寶石 好是損失的血 越多 好補的就越多 好可以看到我這邊的 好這個是回復是有到1萬 變態好 變態的數字我不曉得別人的數字高不高啊但是我個人在用還不錯 因為這是 我的基本的秒回 好可以看到我的擊回跟擊殺是0 好機會跟擊殺是0 好 然後 我用這樣的方式來打穩定度還蠻夠的給大家參考看看喔所以現在是為大家測試是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共鳴如鼓的 技能 好第二個是 三崩地裂搭配 霹靂猛擊 好當然一些增加怒氣的技能 自己大家各個自己配置啊 好因為 自己被自己配置 好然後第3個部分是羅家的聚寶石 搭配上去的話 好 可以看到我的被動技能 然後這個是都是 屬於減傷的部分 好野蠻人應該都知道 好現在來為大家測試這些技能 音效沒有看到因為怕太大聲了大家聽不到我說話 我可以看到我血量變很少 可以看到 喔這個可以隔山打人就隔山打人 不用特別趕快 有看到後面那個小弟是我的人了喔 喔結冰 稍對一點 好我們可以開門 好看一下我們的威和怒猴 精英沒有中 他是說有一定的機率不是百分之百的機率 好再一次 有沒有看到魅惑到了 魅惑到了可以看到這是精英喔 精英的魅惑時間喔 還蠻長的喔 好再來這是羅家聚寶石發揮的效能 可以看到我殘血發明 好當然 沒有必要說一定要硬戰裝啦偶爾要移動一下 因為如果被 被技能秒殺的話還是會死 沒有弄到正確的技能 沒有弄到正確的技能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 這個是 沒錯啊 喔對對對 沒錯沒錯 等一下我們來試一下骷髏王的一個效果是怎麼樣 可以看到我用那個威和怒猴 小兵就會變成我的人 哇這比什麼魔難來講的 那個這是OP啊 我真的說OP啊 好接下來我們找這個骷髏王來 來做個測試看看 好我現在打的是懸賞任務啦 好我現在打的是懸賞任務啦 好帶扣馬可原因 主要是因為 這個是 他可以幫我加怒氣 好 再來我本身近戰所以 大部分裝備都是近戰的 好看他那個迷惑那一劑就可以不用理他了 因為迷惑 迷惑的 時間非常久 精英你看 你看他頭上迷惑在那邊轉圈圈有沒有 像這一隻有沒有 好然後接下來你可以 進去看我現在被打的一個程度 在這邊 打幾乎就是可以撐 還蠻硬的啦 血 血量的話 基本上 都是很危險 但是好像都不會死的感覺 偶爾打帶跑一下 好千萬不要硬硬硬 好 不能 太誇死了我 會GG 好打這種 小兵多的話 用PD猛擊 因為他消耗的那個 能量快 然後一消耗完 馬上你就繼續 把那個 可以看到下面我在 我按的方式 就是那三顆 二三四技能一直按就對了 好這個看起來是面精英 難得打 好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來這個 打骷髏王 喚醒他吧 還在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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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聲音 vice 好我們來試一下我們的巨寶石 看看跟這個骷髏王 打會有什麼效果 看起來是可以戰狀 能量就是消耗一直消耗一直消耗 好我剛剛忘記換 換技能 不小心還是繼續用PD猛 不過無所謂啦 攻擊力不是很大啦 但是主要我的打穩的打法 目前看這個boss來講好像沒辦法迷惑 我們試一下 小兵都迷惑了 boss還沒有 菁英可以 小兵也可以 boss來講抗性可能太高 不知道是沒有迷惑到還是迷惑的秒數太短 小兵 再試一下 哇 我迷惑到小兵了 瞬間就跑掉了 我這時候應該換那個 鮮骨之鎚才對啦 因為 Boss來講 你看我現在打範圍都 用不太到 因為我有搭配這個 我的被動技能加上那個 巨寶石 所以可以看到我沒有集會跟 生蟹 站著打是沒有問題的 苦力啊 目前的苦力 我讓他催催看好了 我可以看到 是可以站著打的 應該說他可能打不死我啦 這樣看起來好像 血迴的比 廣扣的還快 好 看起來是 算了不要死了 看起來他是打不太動 可能藍隊要調高一點嘛 打得有點久 不好意思 攻擊力沒有很高 大家多多包含 一個測試這樣而已 打不太動 由於這個 打得太久所以有點吃窮 不知道他應該說什麼 這個非常緊張的這個時刻 我們來到這個 骷髏王的關卡 骷髏王目前殘血剩三分之一 非常緊張的時刻 其實 其實不緊張 然後 然後 這個期待他是可以 跟一些什麼 團體之類的 看起來他是 好像 血還蠻多 我們看一下 個十百千 跑掉了 來不及看他血了 不要卡我 迷惑 這個迷惑很好用啦 這個真的 如果打BOSS以外 我目前看都 小關卡來講 機率很高啊 個十百 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 好像是3億多吧 個十百 個十百 千萬 等一下喔 個十 百 千 萬 十萬 百萬 千萬 億 三億多啊 要跑到哪裡去啊 好像這個 用這個 霹靂猛騎的話 付出性的攻擊還蠻 蠻好用的 主要我是要消耗他的技能 我把技能稍微精通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火山的 火山技技能的 有一個 傷害跟 放出來了 哇 GG了 好吧 算了 太晚放了 不好意思 各位 以上 是這個 共鳴如鼓 還有新技能 三崩地裂 搭配這個是 羅家的巨寶石的一個測試給大家參考 裡面 羅家巨寶石是 那個改版前的了 然後共鳴如鼓是改版後的裝備 跟 這個三崩地裂 也是改版後的技能 以上 這個新裝備新技能的 分享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 拜拜